天好再加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好再加課 是的沒錯 這次是再加上課 而且未來兩個禮拜可能都要再加上課了 原因呢各位應該知道 因為現在疫情大爆發嘛 所以為了確保安全就不出門啦 但又很想說故事 所以就用這種方式繼續把故事說給大家聽 希望你們會喜歡 看到這一集的標題 你有沒有覺得很震撼 孫中山有沒有賣國 這個標題很嚴重啊 我是開玩笑的嗎 當然不是我當然不是開玩笑的 這一集的故事要細說 孫中山在革命期間與日本人的合作 這個故事當中就牽涉到了 孫中山是不是出賣了中國的利益 給日本的問題 看完大家自由分享 事情要從孫中山首次流亡日本說起 那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秋天啊 那是1895年的秋天 當時正當廣州起義失敗 本來 行中會計劃要一舉攻下良光總督衙門 將陸浩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 高掛在衙門前 號召天下豪傑響應 然後率軍北上 像當年的洪秀泉一樣 攻佔湖南湖北作為基地 並記取當年洪秀泉灘圖六朝金粉 覆滅於南京的教訓 按照計劃革命軍將直接北上進攻北京 以便打垮清朝恢復漢人江山 呃在此呢 其實我們無需討論這種方案的可行性 因為第一步都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舉事之前呢 起義消息不慎洩露 革命志士陸浩東被清廷逮捕死 成為革命流血第一人 只留下了一面黨起義傳承至今啊 多數人對上述的情節應該不陌生 這被認為是反清革命的開始 是可歌可泣的犧牲 不過大多數人的理解就到此為止 後來的17年之間發生了什麼呢 沒幾個人知道了 所以就輪到我來說啦 畢竟百年之後的我們 講中華民國誕生的故事 總不能一下就從廣州起義 挑到辛亥革命吧 當然不能啦 所以我們就來說說後續 革命起義失敗後 僅以聲免的孫文呢 被清廷通緝 然後他選擇東渡日本 其實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這是孫文與日本結緣的開始 接下來的20年之間 孫文先後16次赴日本 後來學者統計發現呢 孫文居留日本的時間超過9年半 日本可以說是孫文革命歷程當中 最重要的根據地了 可以說沒有日本的協助啊 清廷可能依然會被推翻 但是孫文能否有後來 那麼崇高的地位 可就很難說啦 究竟日本為什麼 給予孫文這麼多協助呢 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也是本集故事的重心啊 根據後來孫文的回憶 此時的他對日本一無所知 在當地也沒有什麼朋友可以接應 所以他不敢久留啊 孫文第一次抵達日本 是到了橫濱 他在那裡組建了新中會的橫濱分會 籌款500日元作為女費 接著他斷髮改裝 匆匆奔赴檀香山 繼續逃亡 對 為什麼標題是孫中山有沒有賣國 但是內文當中我卻一直稱它為孫文呢 因為在此之前他還不叫孫中山 但是這樣稱呼是太便扭了 所以呢我來說說孫中山這個稱號的由來吧 順便正式換個稱呼 在孫文這次逃亡日本的期間 曾經途經日比谷公園附近的中山孝迷侯爵的宅底 當晚孫文投注時需要登記姓名 當然啦他不可能用本名啊 所以他很自然的想起了侯爵宅底門牌上的中山二字 於是被以中山為姓化名中山橋 本來這只是跑路途中的革命者一時興起的創意而已 但是呢後來就變成他的習慣了 在持續十多年的跑路生涯當中 他只要是需要隱姓埋名時 就會自然而然的寫出中山橋這個日本名 從此中山先生大名就如雷貫耳啦 所以以下我們統一改宋文為孫中山 言歸正傳 在離開日本的船上孫中山已經在想 甲午戰爭後的日本到底是敵是友呢 這個問題呢他其實一直沒有結論 他帶著這個疑惑從日本到夏威夷 再進美國輾轉逃往英國 在此期間孫中山先後在盤香山 三藩市紐約倫敦等地宣傳革命思想 發展革命組織籌集革命資金 但是成績並不理想所得有限 畢竟他此時的名氣還不夠大 然後居然是清朝幫了孫中山一把 因為接著就是那場有名的倫敦謀難記 這場事件雖然讓孫中山幾乎喪命 但是卻也讓他因獲得福 獲得了舉世知名的中國革命指導者的稱號 因為啊清政府臉面丟失惱羞成怒之餘 將棄拿孫中山的獎金提高到50萬銀元 這個是當時最高價的賞格 孫中山榮稱大清刑部A級通緝犯 從此就是國際文明啊 這種名氣當他寫的倫敦謀難記風行一時賺進第一桶金 讓他往來歐美之間的旅程算是比較寬裕了 但是當時的歐美並不是發展革命勢力的好地方 據孫中山自己說 十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顯華僑 九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啊 相反的 當時清朝送出大批留學生往日本 希望學習復國強兵之法 這則是革命所需的總詞啊 所以兩年後孫中山再度來到日本 這是1897年的事情 此時他已經不是兩年前那個灰頭土臉一無所有的逃亡者 名氣與人脈都不可同日而語啦 當時新中會的盟友陳少白 在東京郊位的橫濱唐人街已經與日本政壇人士往來密切了 孫中山再到日本時就透過了這層關係 認識了許多日本友人 據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回憶 辛亥革命之前他在日本結識的日本人士已有數十位 比如宮崎滔天、平山洲、全養義跟大威重姓 這幾位是特別重要的 剩下幾位呢我把名字列在螢幕上 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一一去檢索一下 這些人都是辛亥革命當中的重要功臣喔 而且上述提到日本友人 僅是就其直接干預者而略計之 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上多啊 民國建立之後呢孫中山曾經感慨萬千的寫道 親其家產提供資助者有之 不會艱險跟隨謀劃指揮奇異者有之 親父奇異第一線獻出寶貴生命者有之 兄弟皆始終為革命奔走者亦有之啊 對比後來中日兩國糾纏多年的仇語院 日本人對辛亥革命的奉獻 與後來日本侵華的種種罪行 想起來真是令人感慨萬千啊 那麼日本人的幫助有多重要呢 還有日本人為什麼要如此熱心的幫助孫中山呢 讓我們來還原一下當時雙方的處境吧 首先是孫中山的處境 當時他算已經小有名氣 但這種名氣除了讓他逃避蜻蜓的追捕比較有力之外 並不能變現為其他具體的力量 此時的孫中山靠了江湖朋友的接近 能夠自保以時萬幸 想再回國搞起一場有規模的反清起義 那是想也不要想啊 如果沒有接下來與日本人的這場意料之外 卻又情理之中的聯盟 十多年之後的神州大帝之上 是否能有個中華民國都很難說啊 也許換了個名字啊 理解了這一點 就能對接下來我們將要說到的 孫中山出賣中國利益給日本的多項史實 有點心理準備 那些出賣說穿了就是空頭支票而已啊 今天網路上有大批憎恨中國國民黨的人 拿著這些所謂的孫中山秘辛揪著不放 平凡的加油天簇寫什麼賣國賊的故事 每每看了之後我都覺得啼笑皆非啊 至於為什麼這麼不以為然呢 請繼續看完本系列故事自由分享 接著呢我們來說說日本人這邊的狀況 為什麼日本人要在1897年這個時間點 刻意幫助幾乎是一無所有的孫中山呢 事情要從日本國內的情況開始說起 如果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 尤其是21世紀的現在 民族主義等於政治正確的角度來看的話 1897年的日本人那不是剛剛打贏甲午戰爭 靠著馬關條約拿走台澎並吞朝鮮的侵略者嗎 那還能安什麼好心呢 雖然這種看法客觀上來說也沒什麼錯誤啦 但是也太把國際局勢連譜化了 這種觀點完全無視當時日本國內 複雜的政治鬥爭情勢 這樣是看不出什麼門道的 那麼日本有什麼複雜的政治鬥爭局勢呢 主要就是我們上回所說的 現實派與理想派之爭 當時的現實派你可以理解為執政者 這些人靠著模仿歐美打贏了大清 拿下了朝鮮與台灣兩塊殖民地 正像出場血腥的鯊魚一樣 對著大陸摩拳擦掌 但是正如某衛委員所說的那樣 一萬年也有左中右啊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呢 必然有立場上的差異啊 日本國內就硬是有另外一批人 想的跟執政者不一樣 這批人在想什麼呢 我們從他們組成的團體名稱就能看出端倪 首先是懸陽社 然後是黑龍會 後者的名氣大 很多人知道是以黑龍江為目標的意思 那麼前者呢 其實意思很接近 懸陽也寫作懸戒陽 這一詞會來是懸戒灘 懸戒灘是九州西北部的海域 當地大陸捧廣闊 自古就是日本的漁場 也是日本要走向大陸的第一站 以此為名 予以可想而知 而後來的黑龍會呢 就更無需解釋了 那麼組成這些團體的日本人 跟我們剛剛說的當權派 有什麼差別嗎 還是有差別的 當時日本國內的現實派是 門閥大佬和當權的元朗 吃肉喝湯都是他們 對於沒搭上明智微星第一班車的後進者來說 無論對國家大事有多少野心 也只能在旁邊看看流口水而已啊 就算到了1890年代日本開始搞選舉了 看似向社會大眾打開了一扇 進入權力中樞的窗戶啊 但是那些理想派 費盡心力擠進國會之後才發現 什麼國會議員 純粹是橡皮圖章 更糟的是 由於此時正是新帝國主義侵略狂潮的最高峰 在這些理想派的在野人士看來 執政者似乎要把日本變成歐洲列強的跟班啊 當時日本的國策明顯是想在 英法二搶食亞洲各國的血腥宴會上 儘可能分一杯羹 這太墮落了吧 在野的理想主義者不恥於執政者這種行為 堅決不願意跟他們同流合污 一定要出來唱個反調 這裡我岔開話題說個兩句啊 這些在野人士的心態呢 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 尤其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沒跟上前一波財富增長浪潮的人 你一定能夠理解這種想法 什麼人呢 在台灣是錯過了1990年代買房機會的人 在對外是錯過了21世紀初期買房機會的人 如果你像我一樣 此時是四五十歲了 但手上沒有什麼固定資產 只能在別人的事業裡面打工 你應該很能體會這批理想派的人的想法 好啦言歸正傳吧 這邊有一個信念 堅持要讓明治初年的理想徹底實現 什麼理想 具體來說 就是在日本國內要實現自由民權 要把日本的政權 從那些元老跟裁法們手中搶過來 在國際社會呢 要追求亞洲解放 要跟亞洲大陸上的制式聯手 攜手對抗 英法兒對亞洲的掠奪啊 這種情緒 我們可以從孫中山一輩子的好友 宮崎滔天的發言 來體會一下 他對明治維新後 庸俗勢快的時代風氣非常反感 是當時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宮崎滔天說 在愛國愛民的程度上 我不輸他人 但是我討厭日本 理由是 日本是一個官僚國家 政權掌握在元老們的手中 政黨同元老們同一個鼻孔出氣 國民們還不覺得奇怪 沒有言論自由思想受壓迫 文士們除了窗井 星星和小嫂之外 根本不知天地大道在何處啊 安逸於惡俗自己的現實主義 看不到一點向上的氣氛 空談毫無作用的理想 很浪漫很不切實際對吧 不過搞革命的人不浪漫行嗎 不管在哪一國啊 沒有情懷只看利益的人 是幹不了革命事業的 所以宮崎滔天的後半輩子 就成為了為中國革命奉獻的 日本浪人代表 當然也是孫中山的畢生好友 宮崎滔天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這些做到什麼程度呢 為了表示敬佩必須交代一下 宮崎請其家產支援中國革命 連妻兒生計都無力過問 以致使妻子女兒 有時不得不靠奢欠和借貸為生 我現在自己也有老婆跟女兒了 我是不可能這麼做的 但是宮崎可以啊 這是貧賤不能異議 不過呢還不是只有這樣做 後來日本警方企圖以高額報仇拉攏宮崎 使其提供中國革命黨活動的情報 但他不願儼然拒絕啊 這是富貴不能贏跟威武不能屈 這真是一號人物啊 孫中山稱宮崎先生為他人國勢 是堅貞自操 堅苦備償 有這樣的人 你不能說日本人為中國革命奉獻 犧牲不大嘛 但是不管在什麼時代 浪漫的理想派永遠都是少數 現實總是冰冷而殘酷的 對打贏了甲午戰爭的明治政府當權派來說 20年前喊著什麼親日提携 如今只能看作是年少輕狂啊 戰勝大清之後的日本呢 跟歐美列強越走越近 當權派這種傾向呢 最終以締結英日同謀達到高峰 關於日本模仿白人走上侵略道路的得失 我們在日俄戰爭系列當中詳細說過了 不再重複啦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說說 當時日本的在野勢力吧 他們在全日本都敵視Russia的大背景之下 開始想走另外一條道路 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 就是這種態度的典型代表 說內田良平的主張之前呢 讓我補充一點當時的局勢 彼時大清在甲午戰敗之後 想引進俄國勢力以便牽制日本 兩年之內俄國勢力迅速進出東北 威壓朝鮮半島 所以那時日本的假想敵已經從大清升級為俄國了 這種外在壓力當日本國內的反俄派 與孫中山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礎 以下引用內田的回憶 孫月即令Russia趁革命動亂之機 奪取滿洲領土 亦不足以深誘也 革命政府一旦成立 清朝政府必走滿洲 以Russia為後援以維繫國民 新政府當於日本同盟 以緩擊Russia 既然無論如何措置 與Russia的衝突終於難免 則革命之有動於早於有利也 原來無論之目的在於滅滿新漢 至革命成功之小 即令舉滿猛西伯利亞收於日本 以可也 這是內田良平所寫的《皇國史談》 與孫中山合作的日本人認為 大清是統治漢地的遺迪 滿洲與蒙古是遺迪的巢穴 如今的路西亞只不過是新的遺迪而已 從匈奴到突厥 從蒙古到女真 如今又添俄羅斯 顯然的當時的孫中山 沒有什麼理由反對上訴的推論 那是1897年 日後襲檢全球的民族主義浪潮尚未興起 那得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時的中國人對民族的意識 多半是以下之別 既然大清跟俄羅斯都是遺迪 那麼推翻遺迪統治之後 將遺迪的根據地 轉交盟友日本處理 有何不可呢 我們舉一個對照組 你就知道那幾十年之間 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 與今日的差異有多大 民國初年的陳獨秀 是中國啟蒙運動的領袖 是像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的進步思想家 可是陳獨秀自己曾說過 在八國聯軍後我才第一次知道 中國並不是全世界 在中國之外還有別的國家 這可是陳獨秀啊 而孫中山與日本的合作 可是還在八國聯軍爆發之前啊 你要求他在1897年就有民族主義思想 這也太穿越了吧 所以雙方以同為儒家漢文化的繼承人為 合作的精神基礎 定下了光復漢帝 劃分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的合作方針 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 於是接下來的合作就順以成章啦 我們試著從日本的角度來看看 當時對孫中山反清事業的投資有什麼意義 甲午戰爭後 日本政府一方面擔心大清的報復 希望弱化大清 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接下來 列強瓜分中國的時候有內應 所以甲午戰爭後不久 大東亞主義者全養義就提出 利用缺乏活動資金的理想派 如宮崎、滔天等人 與中國革命者互動 尋找可能合作者的建議 而當時的日本外相大衛眾進 則爽快的同意提供資金啊 經過一年多的接觸 宮崎等人回報 經過在中國的觀察後 主張推翻清王朝的孫中山 比主張朝廷改革的康有為更實在更值得合作 然後全養義跟大衛重慶 就同意宮崎與孫中山接觸 後來宮崎回憶與孫中山 在橫濱初次見面時的對話 很生動地說明了當時雙方的立場 孫中山是這樣說的 中國的革命不單是拯救肆意中國人民 還要改變亞洲人被西歐力強積配的趨路 讓生長在亞洲土地上的人們 恢復人道待遇 擁護中國的革命成功 就能改革其他基準基隆的問題 而宮崎的回答 比人能出力等沒錢 只有獲得全養義 頭三萬等有私利的人相處 在日本的身份和經費才有保障 孫中山考慮了一頁 第二天表示同意 接著經宮崎介紹認識後 全養為孫中山準備了一個 中文教師的居留名義 並斡旋了東京新宿、早稻田 街道上的一所六百坪的舒氏住宅 此後日本東京就成了孫中山的第二個家 但是畢竟此時孫中山勢旦利固 日本人不可能把堵住全壓在他身上 當時全養義是比較主張支持康有為的 畢竟當時在中國搞得有聲有色的 是康有為的唯心派 跟孫中山街頭只能算是一招賢旗而已 要等到維新派徹底失敗之後 日本人才開始轉向大力支持革命黨 那麼這種轉變要從哪裡開始呢? 這就要說到八國聯軍重創清朝時爆發的 自立軍事件與惠州起義了 這就是我們下一集的故事 敬請期待 我們下次見 掰掰